大朋友小朋友今天呢 老红翻演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OK那他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有白眼圈 白眼圈 我们常常都会有黑眼圈 可是呢他是有白眼圈 很特别吧 哎呦他的这个嘴唇这里呢 也有白白的圈 要不然呢你去看一下新闻 你就会看到他的这个样子的这个特征 哦我没有办法办得太像 因为那个头发好不够黄啊 不够金黄 OK那有一点点 差距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呢 现在呢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疯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他还觉得他的美国没有事情 他要开店做生意 他要他要开放 他不要他要解封 那我自己个人感觉呢 他是有一点疯掉的一个一个总统 可是呢美国总统很多个啊 那其中一个呢 我很欣赏的呢 今天就要来讲他的故事叫做 林肯 OK我很喜欢林肯这一个总统的 他非常非常的棒的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小时候 他小时候呢是一个很勤劳 然后他很爱读书 很爱读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他呢在牛背上他也读书 OK没有灯了他也在蜡烛底下读书 他就是一个那么爱读书的一个人 OK所以到最后呢他可以自习 可以自己去念书 可以当一个大律师 到后来呢他可以做美国的总统 我们来看一下 OK林肯小时候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穷的 他在九岁的时候呢 他的母亲呢仅仅36岁就已经去世了 OK九岁的时候母亲就已经不在了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就是干一些干活啊干什么活呢 就是有班柴呀提水呀 然后这个木游啊木羊啊之类的都有做 这些干这些农活他都做的 OK那到他长大了以后呢 我就说了刚才他有在牛背上面呢就读书 一有时间他就读书 非常非常勤劳的一个小朋友 然后呢他非常爱读书 读到呢就是有时候呢会费寝忘食 什么叫费寝忘食就是忘记了睡觉 忘记了吃东西 OK到了长大了他去当一个什么呢 当船夫 OK当船夫 然后呢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 后来他就当着一个快侧员 那个时候呢他就了解了很多土地上面的问题 而且呢他也了解了他们国家面临一个最大最大的 人权上面的问题就是黑奴 那时候呢普遍上的就是白人呢非常的讨厌这个黑奴啊 所以呢他们呢就会把他黑奴呢抓起来当奴隶 可是如果你你当奴隶的话呢你一辈子都当奴隶 而且你一家人都在当奴隶 这个是非常不人道的一种制度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废了 废了那个奴隶的制度 然后释放黑奴 OK释放黑奴 后来他几经很多的这个奴隶呢 当上了美国的这个总统 可是呢好景不常在 他在有一次剧场里面看戏的时候看戏剧的时候被演员拿枪射杀 当然后他就死了 OK这个呢是最令人感到惋惜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呢就告诉大家有关林肯的这个故事 那老红讲故事明天我们再见咯